请田委员邱景咨询 寻答时间15分钟 主席大家好 有请院长 鱼毛院长 今天15分钟是我担任立法委员最后一次的总咨询 所以我一直问我自己 我到底要问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 我也很想问 但是只有15分钟时间 我最后决定要问医疗的问题 因为我父亲是医生 我看着我父亲到最后 人生的最后也变成病人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都会变成病人 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出问题 那我们这个国家就麻烦大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出问题 那我这个三届立委 在立法院10年 第一年的时候 我跟大家一样 非常担心健保会倒 但是今天我认定 健保不可能倒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党 敢让健保倒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院长 我认为我们的健保不会倒 但我们的医疗体系会先倒 我第一年担任立委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谈四大接空 后来变五大接空 现在六大接空 许多医生跟我讲说 委员已经不止六大 已经不知道几大接空了 那我们这半年来 这个现在已经11月 也不能算半年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我已经看到好几个 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这些杂志 用专题专章的方式 在报道我们的医疗体系的问题 像我们今年三月 我们的远见杂志开始报道 我们台湾医疗关键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 让我非常惊悚地发现 有一位外科医生叫 刘玉智 教育的玉智器的智 这个医生在脸书上 他的脸书很多人看 他竟然说 他分享了一段经验 他说有一次我帮病人手术 等到病人麻醉退 麻药退醒来以后 我发现麻醉科医师 助手 住院医师都太累 睡着了 整个病房只有我跟病人是醒着的 所以院长 如果我是那个病人 真的是会吓坏 但是这个刘玉智医师 他之所以愿意把这个经验公开 是因为呢 这是他亲身经历 那我们的医生过劳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也看了很多的报告 就说如果一个人 24小时没有睡觉 那他的状况就跟他那个 血液里面酒精成分 超过0.5是一样的 就是酒驾 如果一个酒驾的人 我们酒醉的人 我们都不 这个 不准他开车 即使车上没有人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我们都不准他开车 那这样的人 可以让他去操刀 这个手术刀 去手术 去给病人看病吗 当然不可以 但是我们的 整个国家 我们的健保 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的护士呢 护理师工会 就讲说我们一个护士 要照顾25个病人 是国际标准的三倍以上 所以出错的机会增加 事实上 国际的各种研究 已经都出来了 你护士每照顾 每多一个病人 那病人的死亡率就增加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护士他们怎么讲 一个资深的护理长就说 以前病人注意他只要写两张单子 现在呢要做入院 评估危险 评估表压仓 评估跌倒 评估交班单 病人同意书 每一件听起来都很好 很重要 但是呢 事情变多人还是一样 他们怎么做得到 所以就做不到啊 在这个评估这个报告里面 他说 91.8% 将近92%的医疗从业人员 对未来悲观 那97.4%的医生感到悲观 跟非常的悲观 那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状况 再下去的话 事实上我们这个病人 得不到好的医疗 他们这个脑部的这些医生就讲说 为了怕被告 那只要头脑受伤头痛 他们就做电脑断层 一百个里面 结果发生只有两个有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健保 给付98个这些电脑断层 大部分是不需要做的 那为什么要做 因为怕哀告 那所以这个无效医疗的问题 占用我们的健保 那人球呢 一样骨折 40岁的人骨折 80岁的人骨折 受到急诊室 医院要收哪一个 医院收40岁的 为什么 他担心80岁那位骨折老先生 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一旦住院住很久 就是注定赔钱 院长 这个我们有一天都会年老 如果我们的国家的体制 健保体制再继续下去 这些老年人 事实上如果你无前无事 最后就是被冰冻 被推到那个急诊室 然后在那边停了好几天 都还等不到 都还等不到这个床位 我是不分区立委 我到后来 我亲自接了好几个case 就是拜托 他爸爸已经在急诊室 躺了两天两夜了 结果你知道他多严重吗 最后是整个胸腔打开 做那个心脏的手术 在急诊室 躺了两天两夜 还好他认识我 不然他爸爸就走掉了 所以今天我要跟院长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只是 我刚刚讲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资深的待不住 结果都是新手 这也不是只有医生 药师也出问题 这个他们说 不少医院里面 一百名药师有一半 倒值不到两年 他说过去医院处理药品呢 一个月可能出一次错 结果现在一个月 可能会出五件错 他拿错药 有时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 那个有一位药师就说 新手太多 有时候比人力短缺 还要可怕 那有一位急重症的主治医师 就坦诚说 人力不足很严重 每个月办迎新送救 有一半的护理人员 叫不出名字 他的医院甚至发生 输血搞错病人的事情 因为新手 往往训练不足就上线 有医生发生在开刀时 递错器械的那个 问题也很严重 常常发生 他说还好啦 都是小错 他有办法纠正 问题是院长 如果未来连医生都是新手 他搞不好连小错都来不及纠正 就犯下去了 所以我今天花那么多力气 跟院长讲这些 好 来下一张 我们让院长看 今年三月远见 今年七月天下 今年八月康建杂志 都是用封面 然后你打开一看 血泪斑斑 妇产科医师 那一夜 我和妇产科医师一起流泪 为什么 原来死在产台上的那个产妇 他先生就是他们妇产科的医生 羊水酸塞 旧也来不及 他文章最后怎么写 说幸好那个产妇的先生 是他的同事 不然这下他就哀告了 他把这个写出来只是告诉大家 羊水酸塞 有时候真的是连上帝都无法救 但是呢 妇产科医师往往也因为这样哀告 然后呢 让医生睡得饱 不怕被告 病人才会安心 还有 来下一张 重症只能卡在急诊室 然后当人求 这些重症的病患呢 他们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个按照美国重症医学会的研究 急诊病人如果无法在六小时内加入加入 住进加入加护病房 那不但住院的天数会拉长 就是我们的健保会增加负担 而且呢 死亡也会增加 这个问题都不断地在发生 好来下一张 然后心脏科外科医生 他说医生工作无法替代 没有人手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一直做 他护理师都已经换两三班了 那医生还是不能休息 妇产科医师 内科医师 外科医生 让我们的这个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 让我们的健保做不必要的支出 那我们今年八仙城报 八仙城报这些 这个烧烫伤急重症 每一台刀都要三个医生 三个护理师 加上麻醉科的协助 才能够勉强在三个半小时内 完成部分的轻创手术 结果健保给付多少 不到一千点 如果再加上这个河山的话 就可能是八九百块 这样的价格 他们说比这个哈士奇 在宠物店美容的费用还要少 这个问题 我们就让他这样一直的发生 然后都没有解决 那今天呢 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些问题非常的大 那我现在跟院长讲的这些事情呢 因为从医生 护士 护理师 药师 到各式各样的急重症 问题很严重 那我的时间也剩下五分钟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你回应 但是因为 好了 那个院长 你可以听完我整个论述 我在 好 那我现在只要求院长做到一件事情 黑箱河山的事情 我问过所有的医生 不论是哪一个科别 对黑箱河山 不受监督的黑箱河山都深无痛绝 他们告诉我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判人死刑的法官书记官都需要具名 为自己的理念负责 为什么有科学证据当作河山标准的这些审查医师 不需要具名 他们认为应该具名 我去查过英国 美国 对不起 英国没有事后河山 美国河山制度是需要具名的 来 就是说这种健保审查匿名 这个河山的这个制度呢 没有办法监督 所以加剧防御医疗 恶化医病关系 而且徒增医疗浪费 院长 那个比警总还恐怖 我亲自处理过一个case 当然我也知道 并不是说来投诉的医生 他百分之百都对 但是我就制度下去问 我问过我们健保署长 我说这个匿名河山 不知道他是谁的这个医生 你们有办法去check他的专业 check他不是甲院报复 不是这个同行相继吗 他说他没有办法 所以你看看 这个河山竟然啊 上面中文已经写止痛症剂 他河山的原因竟然写说 是因为抗生素 有病 这个这个 就把它删掉了 大家真花然嘛 然后来 你想想看 这个Levelfeit 这个是强心针 是专制休克败血病人 让这个血压上升的肾压剂 没有什么替代品 把他河山的理由 竟然说他是抗生素 下个明明明 然后呢 竟然把食盐水删掉 结果这个医生抗议 他说我这个是要抗生素 瓶装肝粉的抗生素 要点滴 打到血管 难不成我要把肝粉打到血管 竟然把西式这个 抗生素肝粉的食盐水 把它删掉 然后呢 那个URIF 是用来治疗 摄护腺肾肿大的药 他说那是口服抗生素 也把它删掉 那这些呢 这个治疗肠胃炎 脚痛的 精卵脚痛的 那个Vascopin 他竟然也说 这些是非类固醇 抗发炎的这个注射剂 也把它删掉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匿名的 不知道是谁的 河山医师 许多医生甚至于担心说 是不是请了公读生 在那边河山 高兴删谁就删谁 我现在给那个院长看 给部长看 我们英国的 他的临床指引 NICE是英格兰 Science是苏格兰在使用的 他们都有各领域的 医疗工卫跟经济 这个药物经济学家 在做评估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就像英国 我讲的不是世界第一招 就是说你要公布 各分区的审查 医疗的专家名单跟资历 要公布 它那个是哪个机构所推荐 然后呢 你的健保署应该成立专案 订定专业医疗指引 因为我们的脑神经外科 医学会有这个医疗指引 那他们医生是说 我按照医疗指引 还是被河山 那简直年轻的医生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然后应该如果说 你一定要事后河山 因为在英国是没有事后河山的 那你如果一定要事后河山的话 你应该由医疗相关团体成立 健保审查河山的监督委员会 不知道院长您看法如何 我想我先跟委员报告了 你刚刚提到五大接控 几大接控 事实上在这一次 这个健保的这个准备金 有超过标准之后 我第一个请蒋部长研究了 就是说能不能针对医师 提高他们几副标准 后来他们因为健保会 已经开完了 所以后来我就针对 我可以影响的就是 不需要协商那一部分 我跟蒋部长讲 拿五十亿出来 直接针对医护人员 医师 药剂师 护理人员 五十亿拿出来 直接给他们 这个花在他们身上 很多医生跟护士 还是没有拿到 对啦 这一部分 我们就起码 眼前马上可以做 我们会来做了 好不好 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请蒋部长 简单回答一下 跟委员报告 这个有关这个健保申报费用 这个审查制度 它基本上是公开透明的 我们也是 连人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叫公开透明 我们是专业团体来做 我们是用公开照标的方式 部长你愿变承诺 你既然连 判人家死刑的法官书记官 都需要具名 为什么审查医师 不需要具名呢 我想这些都是专业的医师 美国也都具名啊 你为你的专业做负责啊 我们还平 国光石化 五千亿的投资 如果美国合照 我们还要想合照啊 你叫我看不起男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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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选择 一业任务 或者可以告好 你说是可以告好的吗 好 咨询时间到 咨询时间到了 请赵委员天灵质询 寻答时间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麻烦院长 请汪院长 谢谢大家